一眼小優竟然在節目中分享了自己過去 曾被前男友PUA的經歷 男人剛開始交往時 男方很積極的施愛 經常送鮮花、手寫卡片等 讓他感到非常浪漫 不料小優漸漸發現男友十分沒有安全感 控制慾和戰友慾也逐漸顯現 他偶爾會到男友家過夜 但要回到自己家時 對方就會表示自己真的好愛他 可不可以不要走 就算小優已經沒有衣服可以穿了 對方則會把他載到家樓下 然後規定他三分鐘一定要下來 良人回到男友家之後 男方就會馬上放下鐵捲門 此外男友除了會接送小優工作 還規定他回到家後不能隨意出門 簡直就像是半軟禁 但當時小優只覺得是對方拍愛自己 所以沒有意識到這樣的相處方式 其實很病態 還忍不住懷疑自己一直想回家 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索性這樣的狀態維持三四個月後 就因為男友去當兵而解除了 對方也許對方同性 現在永遠一位 思念 世界楊 無聊 我們的回大 感覺 非常重要 禁止